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难免各位短线上会有所震荡 外资在昨天其实在现货买超 在台子期的部分是做一个减买 但是各位也不用担心 如果说在整个台子期的口数能够维持在5万口之上 这个地方代表说外资短线上只是获利了 了结这样的一个动作 短线上当然赚多 这个地方因为居家思维 所以会做一些卖出的一个动作 但是以整体的一个盘势来讲的话 这一波由台积电的一个带动 在整个盘势的一个上涨 这个礼拜当然台积电的一个法说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台积电 这个地方如果正如预期第三季 这个地方成长这么大的状况之下 第四季还可以成长10% 这个供应链一定会被再带起来 所以这对指数 那当然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但是在一些个股 各位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想法 因为台积电拉出一个空间之后 这前指股拉出指数的一个空间 即使大盘在震荡的同时内 那很多股票 这个地方它还是可以呢 持续性的一个做表现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操作 我一直跟各位讲 个股重于指数 各位验证说我们在最近操作的股票 望虹 那今天呢 各位 虽然跌下来 但是 如果说你从低档这一路跟我们操作上来 那现在各位 既望虹 你随便卖都可以随便做 但是结束了吗 我相信这个也是 在外资昨天 他大买望虹之后 那昨天 他卖超 这等于是 在高档 先做一个什么 拔档 这很正常 望虹从42块 到60块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地方波段的涨幅呢 已经累计 43%的这样的后率空间 所以在低档有买 你看现在 即使大盘 即使旺虹在短线震荡 你都不用害怕 那太阳能一样的道理 各位 新日光 我相信黄金呢 我是不是呢 在起账点带你买 但是 今天 那当然和平按的第一天呢 掌停打开 那这个地方 我相信如果你在低档买 掌停打开 你也不用去担心 我相信在底部的粗量 这很正常 底部粗量 这很正常 其实我们看到 好像疫情呢 它还是守得死死的 所以在整个太阳能 当然这个合并的效益 会不会呢 持续的发酵 因为 台湾这个地方呢 太阳能 因为规模呢 每一家 规模太小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跟什么 跟 国外的这些大厂来做一个竞争 那现在如果说在这里 河边 那当然 1加1加1 这个效应呢 会比之前更好 那新日光 那当然它也是在第三地 这个地方呢 它设厂 那目前它的重点也是在太阳能发电的这一块 所以 以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呢 这个族群刚从底部 去做突破 短线上 或许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人也会有疑虑 但是呢 股价它反映的是一个未来 所以 在整体的一个操作上 包括像 售盒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这个都是刚从底部突破 刚从底部突破 那售盒因为之前 在大陆的一个订单的减少 那当然在整个营收 继续的往下呢 做什么 衰退 那最近 中国这边的一个单子呢 其实我们又可以看到 这个能见度 那最重要 因为售盒 它投资了一家 叫做呢 售钻 售钻 所以这两个 这一家公司它在做什么 钻石切割 钻石切割 那这个地方也有在做什么 多精细的金眼代工 所以呢 在转头这种效益之下 那未来呢 售盒呢 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押回来要如何的一个操作 这很重要 我现在我们在操作 红尽我说真的 我没说 事实在说 我给你们说的股票 你自己回头 回头去想 后来是不是都 成为排名的重点 你看这个看一看 对不对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当时呢 没有人会去看 你上半年赚0.4 大家说 这股票 探0.4 我说呢 看下半年 现在这个效益出来 那是不是呢 反映在这个股价上面 这我们探倍数的股票 我们也是赌那120块 一路由你们做起来 让你们验证 最近你也看到 包括蚌红 包括合金 经典 哦 说真的 9月份 9月份 6天跌400点 我给你们说 你做这种股票 你跟我们做这种股票 没台没钱 对不对 你没了钱 还会贪钱 但是这个盘子 穿出来 大家不是都大贪 大家都大贪 所以呢 我们做股票 每天就在那 短视尽力 你每天穿来上去 有给你大贪 你从短视尽力 一路 你把他扑起来 你看 股票就是稳稳做 他以后开心的赚 稳稳的做 开心的赚 不可以说这种股票 跟我们这样谋陷 好的股票 你像男男女女的同志 同样 对不对 现在是第一步后 他也慢慢在顶膏 你说这边 他将来买股票 你都很高 你看旺宏 旺宏 旺宏会员的目标价 你看也是厉害 你说旺宏 有可能去到 一支股票 你看 股票都可以贪四项 旺宏 旺宏 以前大家买到鸡蛋水饺 现在各位 你看 起到五六十块 所以 时空背景不一样 最近你看 那些 no flash也好 no flash 包括说 一些 魔术厂 你看 都烫到变变 因为这 这个价格 这个地方一直起 你看这些公司 你看 公布营收出来 哇 我们创新高 所以呢 我们做股票 我们不可能 只看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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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也不是 每个股票 我们可以当中呢 因为现在 很多公司 还在了解 所以 你再说 我们这个所在 哪些公司 就像说 刚开始 为什么 我们会介绍 台胜科 包括呢 像环球金 包括 像核金 因为这细菁岩 因为 这个黄料 在去嘛 所以 这个效益 在这里嘛 所以我以前跟你说 要看上游 我们不要去看什么 下游 你也认证 上游 尤其之后 现在下游的股票 你也要充一下 也要补充一下 但是 你说这公司不贪钱 你去做也是有风险 所以 洪文老师说真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帮你找了公司 这个地方至少 都有一点题材性 至少说 在整个营收 这个地方 不管像 转亏委员 是有经典 上半年转亏委员 我说过了 如果下半年 再转 转亏委员 一整年转亏委员 跟 上半年转亏委员 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股价一直在缓印嘛 所以 所以我们做货品 不要说 预测 不要说预设立场 我们可以贪金融贪 多头市场看支撑 你不要看压力 所以呢 接下来 那 旺宏 合金 金电 男男女女的同志 下一档 我们要低档布局 你要好好跟上 因为第四季 法能这个地方 都开始在布局重点产业 我们左眼的 不是说 现在这底线 这底线 我们也给你印证 我们的股票有大戏吗 左眼说 我们现在要购买美女 可以去的股票 这就是 现在我们要 好好规划 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 你准备好 我们一起 找到 波段趋势好股 一路做到年代 甚至明年 我们一路的把它撞下去 我明天同志再会